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世观 请先开金本 第七十二面 第七十二面 倒数第五行 从这个小柱第九段看起 说经之人 拜佛宣扬 便同真佛在此 说此大法 受隆佛种 便是住持三宝 故约如佛他庙 借印供养 祝福如来 菩萨身闻 无不失 弘法度身 这是 菩萨唯一的一桩 大死 弘法立身 这个范围 是无限的声光 我们在大神经里面 特别是华也 为我们具体地 呈现出来 而在各种不同方式当中 以言辞 以言辞 言辞 可以说是 最为方便 但是都要知道 除了言辞 言辞 之外 其他的方法 也非常 只懂 这个我们看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就能够明白了 因此 无论是 出家弟子 或者是在家弟子 发心 为大众 讲经说法 都是顺于大夫宣扬 有一些同学们 常常误会认为 讲经说法了 是出家 发私的事情 不是在家居士的事情 这个观念 是操纹 在家居士 一样的 讲经说法 那么 即 上了讲台 就是拜佛宣扬 就应当 接受 大众的 礼尽 这是 正知 正解 师尊 当年 在世的时候 唯一摩居士 也常常 讲经说法 佛的 出家弟子 像 摄利弗 穆建林 这些人 也经常 听 唯一摩 长者 说法 这是 世尊 识苦的 同意的 出家人 听在家人 讲经说法 也要 按一般 规矩 像 尊敬 佛陀 一样 顶礼 三败 又 饶 三丈 我们 在经 上 看到 毫无 轻慢 之心 没有说 我出家了 你是居士 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样的 分别 之主 而 世线 的 平等 这个 在家 跟出家 家法完全 平等 这也 正是 世尊 在本经上 为我们 所说的 世法 平等 无有 高相 你看 如来弟子 做出榜样 跟我们看 古代 诸位 都晓得 唐朝 的 玄奘 大死 这是我们 中国 出家人 到印度 去留学 最有成就的 一位 大德 他在印度 当时 念 为 老子 他亲近 念 为 老子 借行 论 私 出家 世纪 居私 在家人 两个老子 一生 一俗 宣装 都市 之 地 自利 从来 没有分别 我是出家人 你是在家人 出家人 不败 在家人 这就分别执着了 这事发就有了高相 那就不平等了 这一段事情 尤其到晚近 这个分别执着误会 很大 在民国初年 欧阳 敬 无 居私 在南京 办了一个佛学院 时间 时间虽然不长 可是影响力 很大 他的佛学家叫 知那内学院 他写了一个小册词 叫 知那内学院的 面训 里面就把这些事情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说明 佛法是私道 私道 那一定要遵守着 尊私 中道 尊私 是为了中道 因为中道 才尊私 私 有在家 有出家 私 地也大 我们虽然是出家 这个在家 居私 是我们的老师 直接传我们道 他是我们的和尚 这一点注意 也要明了 和尚 这个称呼 是直接传法 给我的人 直接教导我的人 这个人 就是我的和尚 和尚 不一定在家出家 这个主要想着 佛门里面 法师 这个称呼 也不一定在家出家 只要是 只要是洪法 利森的 都称为 法师 但是现在 世俗 习惯 都称出家人 会法师 很少称 在家人 和尚 也是在家出家 都可以称的 法师和尚 在家出家 都可以称的 你是在家居士 你教了几个学生 那几个学生 就称你做和尚 你是他们的和尚 如果你是在家居士 你还教几个出家人 那几个出家的弟子 也称你为和尚 然而现在习惯上 没有了 在家的人 我们都称老司 不称和尚 其实他的身份 确确实实是和尚 只有比丘比丘尼 沙米沙米尼 在家人不能称 这个决定是出家身份 所以说和尚 说法师 未必是出家的身份 这个叫私道 是受到人体 恭敬 这个地方 说的是 涛离天人 那么受金的人 得到 祝福的 护年 龙天善神的 库天归神的 宫敬 并通 征服在此 他是代佛说法的 他是佛的代表人 说此大法 烧龙佛中 佛法 毫如阴海 在这许许多多佛法当中 金刚薄 金刚不弱 是大乘佛法的总刚 所以称他做大法 这是比其他一切经典 这一切经典 格外地 殊胜 格外地 受到尊重 他的效果 是烧龙佛中 是否毁灭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一步经法的重要性 因此 这个人 这个出所 便是住持三宝 跟出家人住的这个道场 没有两样 主要记住 前面所说的 是讲说金的人 跟说金的出所 说多少呢 一句两句 三句四句 这四句议 时间纵然再短 都受到 天龙归神的 恭敬供养 如佛他妙 如当然不是 像前面跟主要报告 我们在马路上 碰到一个人 跟他讲几句佛法 那个地方就 如佛他妙 天龙归神 他就恭敬供养 我们凡复不知道 凡复没有 恭敬性 因此 得发疑 少 这英光大师常讲 一分恭敬 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 得十分利益 天龙归神 他们的感触 比我们灵敏 他们烦恼 比我们轻 智慧 比我们炸 所以他知道 李静 他知道 供养 所以说 说净处 这段经文 文字上是想讲的 说净的处所 可是他意在野外 意实在野 这是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的 是世尊设法的善求 意思是在设法这个人 那为什么不说人 说处所呢 处所都这么恭敬了 用处所来显示 诸天归神对于说法人的恭敬 不用这个方法 写不出来呀 这个是说法的神教 然而尊重赦经人如此 尊重赦经人讨真重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说经人之尊贵 世界 任何事都不能够跟他相比 那么底下反过来说 唐说经人 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妄谈薄弱 无法无人 其罪业之大了 亦不可隐喻 这是江卫农就是在讲义里面 给我们提出的警告 这是真的 古德所谓的 错下一个字转称之大了 说错了要负责任 要被阴过的 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都要注意到的 你虽然没有发心出来讲经说法 但平常谈话当中 亲戚朋友 如果谈到佛法了要注意这个问题 你要说错了也要不应酷 不是说我没上台讲过经啊 不一定要上台啊 任何地方只要谈到佛法 可不能把佛法讲错了 这个很重要 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 要用真诚的态度 恭敬的态度 知道多少说多少 不知道的可以不必说 儒家也说得好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人家问过我们佛法 我们知道的就答不答 我们不知道的 或者知道不太清楚的 我们就老老实实说 你问的这个 我自己也不清楚 绝不可充面子 要好看的 强不知以为知 那个可以痛快一时啊 后果不堪设想 那个果报太可怕了 这个必须要想的 在一切法里面 有两句 是纯真无妄 决定不错 能够常常挂在口边 那是无量功德 那两句呢 一句是阿弥陀佛 这个决定不错 圣方祝福都这样称的 你决定不会说错的 碰到人 阿弥陀佛 那是无量功德 第二句呢 看破放下 这个决定不会错 不会说错 不会无人 所以这年句 常常挂在嘴上 无量功德 功德不可思议 常常能挂在口上 就说明啊 那心上真有啊 虽然现在做不到 但是心里头有 常挂在嘴上 不知不觉的 慢慢 他就做到了 甚至做到自己 还不晓得 这个功德叫稀有的功德 看破放下 身心自在 一心念佛 是决定完善 生到西方世界 就不退成佛了 所以这功德利益 无量不便 法不能说错 那比如我们发现出了奖金 发现出了奖金 是第一功德 可是要如法 不要认为 哎呀 这个事情好 功德太大了 我也发现去讲吧 结果把金讲错了 不但没有功德了 反而堕落了 一定要如法 各位同修看到 谭虚老法师的念佛论 这个小册子 我们印了很多 都在外面接远 念佛论 念佛论最后 老法师给我们举了几个念佛往生的例子 其中出家的是哈尔滨基罗斯的修武士 拒了一位南举了一位南室 正西宾举了一位南室 清刀沾山寺的信徒 正室没有多久 实会讲弥陀经 实会讲这种 他很热心到处讲弥陀经 劝人念佛 在那个时代 我们能够想象而知 都在乡村偏僻的地方 到处去讲经 劝人念佛 听众在我们想象中 也不过是十个八个 这个村庄讲完了 到那个村庄 他挺热心的 一年到头到处去讲 没讲几年 因为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 他从皈依到往生就六年 时间不长了 欲知实知 作者往生 没有生病 他里头已经讲完了 听众里头有几个老朋友 他就要求老朋友 他说我要走了 你们替我租个房子 这些朋友听了就很奇怪 你要走了 何必租房子呢 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到极乐世界去 怕死在人家里不方便 这些朋友们听说 你有这个把握 那不在乎到我家去 那个人说到我家去 过过欢迎 人家有这个本事 从皈依到往生六年 讲经是消业障 消罪业 那个力量是低了 所以大家发心讲经好事情 我过去在台中 在李老师里回想 李老师看到我们这些学生 有一些命很苦 很薄 短命的 那个短命人相貌 也看就看出来 李老师经验丰富 年岁很大 看的人士很多 看到这些人呢 他就劝他 孩子啊 你要发心出来讲经啊 讲经是消业障 真的是 以你一受啊 消灾灭罪 这是最有效果的 所以他老人家这么一劝呢 就不少人跟他学讲经 学个一部两部 也是到处去讲 在台湾从南道德 也是到乡下去讲 听众多的 有个三四十个 少的也是七个八个点子 但是通通读 热心的 全人念佛 我们要这样的学法 老老实实的学 老老实实的讲 守住一个原则 但求无故 不求有功 不要想我要讲的怎么好 怎么不想这个 凡是求好心切都出毛病了 不求好 只求没有故事 只求没讲错 讲的是不好 不要紧 没讲错 那就是好 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学 来讲 就不会 有错过 否则的话 特别是薄弱 薄弱不好讲 如果讲得不好 人家听到之后 怕他 躲得空了一遍 什么都没有了 变成我缺空了 那可麻烦更大 所以薄弱是很难讲的 一步 母后 这老祈祀教诫我们 应静静静自身 不可烧祸 这应当 战战静静 小心谨慎 不可以俗 一定要认真 要努力 这个讲的时候 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在初学的时候 要认真地修持 前面说说的少分的 这个四聚集 为人说四聚集 就有这么大的功德 我们再看底下经文 何况有人 尽能受持读诵 受持读诵 为人说四聚集 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 如果能够受持全金 读读读读读读读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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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有多得的功德利 必定超过其他聚集 太多了 多到我们无法想象 不要说说了 说不出了 想象都想象不到 这小柱里面我们要看看 也受持福音读诵者 受持一定包括读诵 读诵未必有受持 这是一定 受持做到 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 我们统统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做到 那叫受持 佛教给我们应无所助 我们确确实实 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 放下就无所助了 真放下了 恢复到心底清净光明 这是受持一句应无所助 二生其心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里面 厨师待人介物里面 都能够遵守六度 决定不违背六度 这是身心 二生其心 我真的这样做 我真的这样做 做的人一定是有读诵 读诵而做不到的 那就没有受持 受持又能读诵 明其鼻能 明其鼻能 宁那修持 方为一样 真能读诵啊 这个读诵跟能读不能行的人 完全不一样 这个能行又天天在读诵 他一定是能够领会 精中无尽意趣的教训 这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 本经字字句句 含五两意 他能够体会 那是接受 接受是一教奉行 灵是明了 灵会是明了 一教奉行 这样的读 真读啊 读了就做到啊 一经一无尽 时时读诵 时时有无处啊 学佛 必须要知道 这一步经就不可思议 不仅说精刚 任何一步经 都不可思议 都是无量意 为什么呢 都是世尊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自信 无量无边 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言语文字里头 也是无量无边意 因此 我们从初发心 从初学 一直到将来 正到等教菩萨 这金刚经的意思 还有没进呢 还没进 这是跟我们世间 学校的教科书不一样 世间学校教科书 一年级的 二年级就不适用了 二年级的 三年级也不适用了 佛门的教科书 很奇怪 从幼稚园一年级 念到波士班 还是这一本书 这很奇怪 像金刚经就如此 我们从初发心来学它 一直到将来成佛 还是这本 无量意 度地也年年升级 那个意境不下 这个意境是 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 深广 不由止境 所以认真去做 又能常常不断去读诵 语习不断 语习 是念当自己 语就是读诵 习就是认真去做 实习 把佛的道理 方法 教训 在生活里头 统统都做到 认真去学习 不能间断 这样的 增长定会 受持之离 日益 进步 我们常讲 功夫得力 它真有进步 功夫得力 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 妄想少了 烦恼少了 心清静 心自在了 智慧也开了 这都很明显的 你能够感觉出来 在工作上 四四都很顺利 纵然遇到 很复杂的事情 你处理起来 很轻松 就把事情办好 你会感觉到 从前遇到这个事情 不知道怎么办好 现在遇到这些事情 怎么很简单的 就处理掉了 所以带来的生活 真的是幸福美满快乐 功夫得力的样子 得力的现象 从表面看 也能看得出功夫得力 从哪里看呢 看你越来越年轻了 看你的身体体力 越来越好了 这都是用功功夫得力的现象 如其不然 你虽然学佛的功夫不得力 所以佛法的修学 有真实的效果 绝对也不欺骗人 你看短命不服的 都能够转得过来 欧宽在生活上 这一点点烦恼不如意 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 若非尽受尽迟 其能头头是道 为众随缘而说也 这是进一步 你为人说尽 说得很流利 说得头头是道 左右逢云 那持个一击两击 不能说没有效果 很困难 持送个一击半击 能够也能够到头头是道 随缘而说 那是功利身 行 是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初学 没这个功夫 我们给人家说个一句 两句都讲得很浅 不够深度 没有功利 没有功利怎么办呢 有补救 多多嘛 多吃嘛 净吃嘛 那就是告诉你 全部的金刚不如 你都要受持 这个对于初学的人来讲 你理解的越多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能够用得上的也多 许许多多的教训句子 在日常生活当中 通通用得上 你才能得真实的受用 自己得真正的受用 给别人介绍 那就方便了 这不是人云亦云 不是道听图书 是我亲自做到的 我亲身体验的 那就当然不一样了 说出来也能够感动人心 如来之意 许于人人既能受持 又能为人言说 这句话 大家要记住 读送受持 为人言说 世尊这样的句子 不仅仅在 金刚经上 可以讲 一切大乘经上 我们都曾经经过 不时宜不经 从这句话里面 我们能够体会到 佛的心意 佛的心是 实实在在要教我们 不但要依教奉行 一定要为人言说 为人言说这四个字 要看清楚 演是表演给人看 用现在的话说 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要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 那是演 演跟硕士免装自己 演是深教 硕士演教 演是自己真正做到 在前面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了 用大家都知道的 这两句经文 应无所住 二生其心 大家都知道的 不学佛的人 也知道 金刚经上 有这两句 这是因为 过去六足能大死 在这两句开悟的 所以这两句经文 就出了名了 我们怎样做到呢 身心清净 就是业无所住 心里面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也无所住 要做到啊 心里头啊 真的到无所住了 我刚才讲的 你就年轻啊 就长寿啊 就不老啊 都表现出来了 这个样子 就可以给别人看了 体力充沛 什么原因 人的老病死 都是心太脏了 心有病啊 那个身怎么会好呢 佛给我们讲 贪嗔痴 叫三毒啊 心里就有贪嗔痴 那个心好毒啊 心已经有毒了 这个身怎么会好 所以外面这个环境 稍稍的一点污染刺激 就得病了 如果心清净了 不会得病的 不会得病的 病是从污染来的 心地污染 心清净要紧远 又能行与布施 这个行与布施 要用现代的话术 为社会 为国家 为一切众生 服务 这个服务尽义务啊 不求报酬啊 不求代价 尽心尽力 为社会 为国家 为人权 来服务啊 这就是 而行不实 我们只有付出 不求回报 这个一般人觉得 这个人不是傻瓜 他才不傻呢 他才聪明呢 不求报酬啊 富得不可思量 金刚经常讲得很清楚 富得不可思量啊 他修的是无量无边的 大富得了 心清尽是会 修会 行与布施是修福 富会与双修啊 无量无边 他难得傻了 他有大福报 这个大福报 一些众生羡慕啊 这叫也 你要是真正做到 这是也 你一做到了 人家看到 他身羡慕心 他就想向你请教 你的日子 怎么会过得这么幸福 怎么会过得这么快乐 他来请教了 那你就给他说 哇啦 这是耶稣 我们要认真地去修学 现在在这个时代 无论东国外 大家的日子 都过得很辛苦 即使是豪门贵族 表面上看起 他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 做了总统 做了总统 亿万财富了 他的生活很苦啊 很可怜啊 你们都不知道啊 哪有我们这么自在 出门还要请保镖 怕人杀了 你说提心吊胆 这都苦啊 吃东西怕人下毒药 你说 那个生活真是紧张啊 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 日夜提心吊胆了 所以穷人有穷人的苦处 富人有富人的苦处 总而言之话 通通苦 这是事实 我们学佛的人自在 非常快乐 这些人看到的确是幸福 我在美国 许多地方都住了几天 那些邻居外国人就打听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快乐 一听到晚都笑嘻嘻的 从来没有看到我们 还有愁眉苦脸 绝对看不到 看到我们都很快乐 打听啊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我就告诉他们 我们这些人是修佛的 学佛就快乐 你要想快乐了 那你就跟我们一起修佛 所以这有一年才有说 这是不但自立 自立一定一塌 这个是世尊 对于我们四众弟子的运行 他的愿望 我们能这样做 满佛的愿望 这也就是 孝顺佛陀 孝顺私尊 孝顺佛陀 所以这几句话很重要 而成就必须自度堵踏 二立 圆满 放空 过去 我们总以为 这个成就一定是大臣 出国虚佛陀 也要自立的他 也是二立圆满 以往我们总是大臣菩萨 不着相 这金刚的人说得很清楚 虚佛陀 不知这虚佛陀 这像 他才正在虚佛陀 所以 无助身心 这四个字 在佛法里面 从小城处发现 一直到大臣 原教等觉菩萨 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都要遵守这个原则 去修行 不管你修哪个法 这个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这就说明了 我们一定要自立立他 要自立就要受持独宗 要立他就要为人宴树 自己修持 跟弘法立身 是一样的重要 没有说哪个重要 哪个不重要 没有 同样的重要 一定要这样做 我们才会有成绩 那么也许有同修听到了 那我没有办法 我不会讲经说法了 这上面说 说一句嘛 说一记嘛 没有一定要求你讲全经嘛 一句半记 要很热心地到处跟人讲 跟大家在一起谈话 俗话说三句不离本行 到第三句我们就要念阿弥陀佛了 第下一段经文 证明所以 正是跟我们说明 所以然的道理 当只是人成就 最上第一 西游之法 这个实实在在 不可思 若不是世尊为我们说明 我们怎么也想不出 其中所以然的道理 这样殊胜功德理应 原来就在 受持读诵 为人印刷当中 成就的 最上第一 西游之法 即 我六度罗三妙三菩提法 这是家 我六度罗三妙三菩提法 完全用中文写出来 弥陀金云 释迦摩尼 能为胜难稀有之死 能于无主卧室中 得我六菩提 圣难稀有之第一 西游言 欧耶达斯的 弥陀金云要解 是一部 不可思议的著作 我们尽忠 我们尽忠 阴光大师 对他赞叹被指 说即使是古佛再来 给弥陀金做个注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是把弥陀要解 赞叹到低中了 赞叹到最高处了 那么我们晓得 那么我们晓得 我们看到大师之菩萨这样赞叹 那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 准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 住得是好 是真好 欧耶达斯 有不少地方 放其人之所违法 实在是非常的难得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 释迦摩尼佛成佛是念佛成佛的 这个是从前我们没听说过的 古书里头也没人能说过的 欧耶达斯在妖劫里头 为何我守护着 有没有证明呢 有 你就在弥陀金上 你看我们弥陀金多了不少遍 没发现 他替我们指出来了 这非常习惯 在无诸卧室 世心证得无上菩提 这不但是世间是爹西游 除世间也是爹西游 这个话里面的含义 我们要能够体会 什么意思 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 一心一意 念佛求生进土 就是第一希望 何以见得是爹西游 这个人在一生当中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不退以成佛了 这能说不西游吗 这能说不是爹西游 法门 无量无边 不能保证你在这一生当中 语言满成佛 唯独念佛法门 确确实实是一生 语言满成佛 所以他真的是第一希望 那么也许有诸位同学说 此地讲的是金刚经 不是弥陀经 你不会看的 金刚经不是弥陀经 弥陀经不是金刚经 你如果会看 每一年一样 一种事情 将为弥陀经是 就是教宗伯若 行在弥陀 他写的金刚经讲义 他研究金刚经四十年 真的是金刚经的权威严 他是一门神术 他怎么修持呢 他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念佛求生净土 与伯若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 因为念佛法门 是最高的智慧 若不是最高的智慧 最大的福德 他不相信 他能够相信这个法门 能够发愿求生 能够深信不疑 高度的智慧 能够发愿求生 大福德 福贵上修 信是智慧 愿是福德 没有圆满 没有圆满的智慧 没有圆满的智慧 这个法门叫 男性之法 有人信金刚经 不信阿弥陀佛 什么道理呢 那个智慧还不到价 还差一戒 如果他智慧再提升 他就相信了 这个意思 很深很深 当只是人 附会双修 自他年度 变得直去保俗 大有成就 这是说明 一定要自行化道 自行 总纲领 总原则就是无助 化他的总纲领 总原则就是身心 无助是智慧 身心是福德 福慧双修 所以在禁宗里面 禁宗的三字两 信运行 信是福 是智慧 运行是福 幸运念佛了 就福慧双修 自他年度 自多读他 变得直去保俗 这个保俗 在禁宗以外 其他的宗派里面 就是明心 见性 新心是保俗 在净土宗 除了明心 见性之外 还有一个真实的保俗 西方 极乐世界 已经见性 去西方 极乐世界 当然不成问题 往生西方 十报庄严徒 往生点 没有明心见性 甚至于 一凭烦恼都没断 能不能直去保俗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 同居徒 一凭烦恼都没断 注意 记住 这在其他法门里 是决定 不能成就的 唯独念佛法门 能成就 所以 摄放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 没有一个不赞叹西方极度 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祝福称赞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也把阿弥陀佛 捧到顶点了 所以 你要做 阿弥陀佛的弟子 给诸福说 一切祝福 看到你 都对你很尊敬 为什么呢 你是最尊敬 阿弥陀佛的学生 敬阿弥陀佛 当然也敬他的学生 真光可大了 这个道理 事实 我们都要搞清楚 搞明的 便知其以复得 愿远胜语 以充满无量无边 大千世界之 切宝博士者 那个博士修的福 算不了什么 佛宝再大 依旧不能超越轮回 只是在三戒六道里面 想吃福而已 从哪里看 比不上呢 最显著的地方 活动的空间 修再大的佛报 不出三戒 它活动的空间 就在六道这个范围 它不能超越 在佛法里面 在佛法里面讲 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 就是一个六道 这经常讲得很清楚 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 初禅天 一个小千世界的天顶 是二禅天 中千世界的天顶 是三禅天 大千世界的天顶 是四禅天 一个大千世界 只有一个四禅天 一千个二禅天 一杯一个 一千再乘一千 初禅天 一个大千世界 只有一个四禅天 所以讲六道轮回 就是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佛报再大 你的活动空间 不能超越 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但是往生净土的人 他活动的空间 就不可思议了 净虚空别发迹 无量无边 诸佛插图 想去就去 想来就来 丝毫障碍都没有 就好比我们的人世间 不出六道 六道就好像一个城市 你这一生都不能超越过这个城市 另外一个人 那个往生的人 他的活动空间 他全世界快到处跑 从这一点你就下等 那两个人佛报相差 悬殊 太大太大 猴宽往生的人 弥陶经 无量寿经上 都说得很清楚 设方祝佛 天天见面 每一天去参访 去供养 去闻法 设方祝佛插图 无量无边众生 天天跟那些人 接法语 唯那些众生说法 这两种生活方式 怎么能相比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 我相信你一定下定决心 极乐世界非去不过 这个地方我们决定可以去得成的 不是没有把握 不是去不成的 决定去得成 你的决心就坚定了 所以这个福德远胜于 大全世界 七八五十点 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这位有佛若尊重弟子 这是指佛的经典所在之处 前面说的是一个朔法的人 为人摄四巨鸡 处所 处所就如佛塔妙 塔妙是三宝所在之处 这个地方是讲经 经本所在之处 也是三宝所在之处 你家里面 这有几本佛经 那就三宝所在之处 就有龙天善神保佑 所以你对于经典要尊重 你供养 你才得上神的保佑 今本有路径之一 这一条路 就是凡夫成佛之路 破密开悟之路 历苦得落之路 转返成圣之路 经典有道路的意思 跌鬼子之意 跌像轨道一样 火车走的是有铁轨道 不会走错 本经所说 解释发菩提心者 不义之珍贵 共尊之觉路 所以为什么经干净 在佛法当中 如此的被人尊重 他的道理 就是一切修学大乘者 必须要遵守的原理原则 原理原则 就是轨道的意思 就是举路的意思 一定要遵守 无论修学哪个话 你修净土的 不遵守 你心里头有牵挂有助 你不能往这 你看 一定要遵守 你修密 持咒的 如果你心有助 你决定得不到相应 三米相应 你决定得不到 你是个参禅的 你心要有助的话 你决定不会开悟 决定不会先信 可见的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都不能为以备 这个原理原则 你一修行 就会有成就 参禅的会开悟 持咒的会得三米相应 念佛的会得一心不乱 学教的 也能够大开远见 都是这个原理原则 离开这个原理原则 都不能成功 这个经就被大众所尊敬 故此经所在之处 便是宝所 真实的法宝 佛际一切显身 莫不在此 这个诸位要晓得 不是一切佛 一切菩萨都在你这个地方 不是 一切显身 修行正果的 原理原则 方法在此地 是说的 他们怎么称佛的 怎么称菩萨的 怎么称罗汉的 那些理论跟方法 不在此地 所以这个经尊贵 我们对这个经典 要尊重 我们尊敬 这些护法善神 就尊敬你 你要不尊重经典 护法善神 远离你 也瞧不起点 你家里就有这个经典 就得这么两个好处 一个是护法善神 尊敬你 一个是护法善神 不理你 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 你自己怎么个做法 你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 若尊重弟子 这句话是 同为一切 行圣菩萨 老汉 敬舍在内 不必分别专职 不必专职 这个大概是讲文书 幅学 设立佛墓建 也不比 那个与金刚经的宗旨 不相应 金刚经是立相 这样专职 哪个人 就变成卓相 所以尊重弟子 是通知所有的法帝 包括没有断活阵阵 那就是连我们都包括在其中 我说的这个话是实在话 只要能够听到金刚经 深欢喜 不要讲受持 听到心里很欢喜 你就得一切祝福福你 一切善神拥护 如果你真的能够依照这个修行 那就是前面所说的 那当然是更殊胜 就是在听到这个经典 深一念欢喜 就得一切善神的拥护 因为你这一念善心 一片光明 要以现代科学家的说法 这就是强烈的磁场 恒大的能量 这一念欢喜 与一切显身 感应到脚 这总明此经书身 再出处归 再人人尊而已 这两句是把世尊 说这段经文的意思 讲出来的 佛确实是这个意思 佛确实是这个意思 暂静 经俗在地畜俗 这个畜俗尊贵 读诵受持金的人 这个人尊贵 世间人 世间人 反复 肉眼 不识货 不知道这个人尊贵 我们常常讲的 现在人 认真不认真 听骗不听圈 现在发大财的 做大官的 地位很高的人 人家很尊敬的 肉眼反腐 真正的高人 反复不认识 反而对他轻慢 但是 驻天归神的眼睛 很明亮 他看着它 他们尊敬 又为劝人 供养慈禁 读诵慈禁 受持慈禁 广为人人 设慈禁 这段经文 有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非常的强烈 这是世子 对我们真实的愿望 劝我们能供养 怎么供养呢 依教修行供养 这叫真供养 如果我们有能力 在现前环境当中 我们应诵这部经典 供养一切大众 这是供养的方法 现在除了印经之外 还可以制作录音带来供养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工作 很繁忙的人 确确确实实 没有时间 你叫他坐下来 就读一步经 他没有时间 但是叫他听 他有时间 他上下班的时候 要坐车 自己开车 可以放录音带 他可以听 我们打工车 公共bus上班的时候 可以带随身听 因此制作读诵经典的录音带 也是最佳的供养 我们佛弟子 现在无论是在家出家 都有印酬 都有礼上往来 人家送一点礼物给我们 我们也要回送一点 我们回送的这个礼物 里面一定有金书 一定有录音带 法供养 经书录音带 做得是越精美越好 做得越精美 他是不学佛的 他看到这个本子 他生欢喜喜 所以一定要印得好 才能够达到 这个利益众生的效果 所以这叫供养赐金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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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念得要清楚 要清醒 让别人听得很清楚 一立而根永为道者 你就度了他 所以这个读诵 出身读诵 功德利益很大 从这个地方让我们想起 当年六族会能大死 还没有闻到佛法 他的生活很苦 每一天到山上看柴 到城市里面来卖柴 卖几文钱 买一点米菜 回家去度日 他的姻缘 就是在卖柴的时候 听到人家念金刚经 有人在那里读经 他在旁边站着听了一会 念的人没开悟 他听的人开悟了 这就把慧能大死度了 那个人功德不小 把慧能大死度了 这就说明 畜生度利益重生 我的畜生度没人听 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人 他听了你的利益 有天人贵神 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是有一些同学 有一个经验 我常常听说 我自己也常有这个经验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甚至在看见没有读的时候 也没有出声音的时候 闻到有异香 这个香不是谈香 也不是一般烧的香 有的时候时间很久 十几分钟 这个香都不散 这是什么原因呢 古德告诉我们 我们在看见读诵的时候 这是天神从这里经过 看到我们在读诵 或者在念佛 他在那里获掌恭敬 散花香花供养 花我们看不见 香我们闻到了 他对你尊敬 所以读经的长地他尊敬 那个人他更尊敬 我相信有这种经验的人很多 这都可以证明 这四十 受持此间 这一步进一步 受持此一交风险 真正确做 广为人说 遇到人 都给他讲 当然 讲的方式 技巧 是要有变化的 那修佛的人 那修佛的人 那讲当然很方便 不修佛的人 甚至于排斥佛法的人 被佛法有反感的人 我们也有善巧方便 来给他讲 伊利尼尔根 永为道主 这持说者 便是清净祝福 菩萨等大善知识 清净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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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净善知识 很难得 这正是世间所谓 可遇不可求 但是用这种方法呢 就容易 就不难 这也是我们常常 虚明同学问的 佛法是法 要想有真实的成就 都必须要有思产 可是在这个时代当中 老四末有了 到哪去找去 没有思辰了 思辰断绝了 那我们想成就怎么办 惊人找不到 还可以找古人 这是个办法 找古人 这个历史历史很久了 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 第一个是孟子 孟子以谁为老师呢 以孔老夫子为老师 但是在那个时候 孔老夫子过世了 不再 不再怎么以他为老师呢 孔老夫子的著作在 他读孔老夫子的书 照孔老夫子书里面 画去做 这就是孔子的学生 所以称为思书的词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他真的学成了 学得很像孔父子 所以后人尊称 孔子为智圣 孟子是亚圣 跟他差不多 以古人为老师 那还有错吗 今人哪个是真由道德学问 哪个是假装的 我们分不清楚 古人 没有问题 大家公认 这个路子就能走得通 而且非常安稳 也不怕老师不要我们 这个世间有好老师的时候 你去找他 他不收你 那很苦恼 找古人 他不会不收 问题就是 我们愿不愿意 做他的学生 不会考虑 他收不收 学孟子这个情形 在中国历史上 是大有人在 很出名的 像汉朝 写十级的四马迁 这在中国历史上 大文好 他的老师 是左秋明 那么诸位想想 左秋明是跟孔子同时代 四马迁是汉朝的 相差几百年了 那怎么拜他的老师 左秋明有一部著作 左转 他就专念左转 专学左转 左秋明的手笔文章 被他学去了 他学得很成功 唐宋八大家第一了 以古人为老师 在我们佛门里面 也有明显的例子 欧耶大师 就我们进土中 欧耶大师老师是谁呢 连池大师 那个时候 连池大师也往生了 往生了 怎么以他为师呢 连池大师的著作在 连池大师的拳击 现在还在 还是完整的 欧耶大师 专门学连池 学一家 依他为老师 不是老师的东西 不读不看 看一个人的 他学成功 连池是尽忠一代祖师 他也是一代祖师 学古人 经人不可靠 我过去清津 李炳南老居室 我们拜他做老师 他不错 是接受我们 拜师 拜完之后 他给我们说 我不敢做你老师 我没有条件做你老师 我只可以做你学长 在旁边帮助帮助你 他劝我 以应光法师为老师 他介绍我的 应光法师是他的老师 亲事 不像一般人 恒自大自负 我不比人差了 你拜我做老师 就可以了 那种功高模慢的企业 那就不是真善知识 真善知识一定是 非常窃取 非常恭敬 所以他叫我 以应光法师为老师 应光法师也不在了 大师的文朝在 读文朝 依照文朝里面的教训来修习 这就是应光法师的学生 这地球是真正善知识 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 我们学理他经 我们以联职大师为老师 专学苏超 要以偶爷大师为师父 专学要解 这不会错 决定又成就 今天我们讲 清净善知识 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我们修华音 以清凉为老师 决定遵守 清凉的俗超 懂得这个原则 哎呀 善知识太多了 随便我们 挑选 哪一个跟我们有缘 我们都可以清净 都能成就 须知识经 专名实相 实相就是诸法实相 我们常讲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 佛在本经上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眼 如露亦如电 这是诸法实相 一切法的真相 你也是明白了 你才晓得 佛为什么教你 无助身心 那佛说 说法了 的确是由 四十 做依据的 不是随便说的 因为一切法的真相 是当题 皆恐 了不可得 所以叫你无助 你注释错误的 因为像不可得 你怎么能注 像是怎么回事 之前呢 佛在经上讲 我想这个讲法 还是比喻 于四十 必定还有差距 佛给我们举例子 一谈指 大臣经上讲的 利四是非常健康 有利器的人 贪知 一谈指 六十刹那 一刹那 就是一谈指的六十分之一 一谈指的六十分之一 就是差那 一谈指的六十刹那 一刹那里面 有九倍生命 那我们要谈得快的话的时候 应该一秒钟 至少可以谈四次 四 就以这个速度来算吧 我们可以办得到的 一秒钟可以谈四次 四 乘六十再乘九倍 两个十万八千 所有现象是个生命的 一秒钟到一秒钟里面 有两个十万八千次的生命 论言上讲得好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所以象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看得像什么 是这种生灭象的 相须相而已 它不是真的 没有一样是真正的存在 不但这一切物质色法不存在 心法也不存在 你看白法里面讲的有为法 有为法第一个是心法 心所法 不相应心法 色法 这通通通通Film 这通通的 Balance 全能正是一 jacket 九十四大意 有为就是有生有命 就是刹那九倍生命 相须相啊 真的是 了不可得 当体皆空啊 你要住就错了啊 所以告诉你 应无所住 那是真话 于是是真相就相应了 为什么叫做身心呢 因为它这个相它是生灭相 它生灭它不会断 它会变化 它是生灭相 但是它不会断 它要继续不断地生命 生命当中它起变化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因为为时所变 所以教你身心 你善心它就变成善果 悟心它就变成悟果 所以教你身心 虽然身心又要无助 才跟真相相应了 就实相相应了 身心有助不是真相 无助不身心也不是真相 一定是身心无助 无助身心 那是摄像 如果你要是欺负 如果你要是欺负 无助身心 恶而不恶 那摄像就变成善 那摄像就先前了 摄像先前就是自性先前 中文所讲的 明心以见性 你就见性 你也和人家 理议性不乱 你就正在理议性 无助身心 无助跟身心是一不是二 如果说是两边 不能够成为一桩事情 你没有坚信 没等于信 能够把这个事情看出来 原来是一不是二 那就行 这就坚信 所以这个坚信 专明实相 执之本心 本心就是自信 真如自信 受持之者 过能直下成当 一尽其观 则僧夫灭罪 金针菩提 功德何可成量 这个话说得很容易 我刚才把这个筑法 实相给大家也分析 诸位总会有个概念 但是你还是放不下 还是要有助 你心里头还是有牵挂 还是有忧虑 你还是放不下 为什么你还放不下 你虽然听说没搞清楚 果然真的搞清楚了 你的忧虑牵挂 决定没有了 那个没有了就得大自在 那个生活真的是快乐幸福了 心里都有忧虑有牵挂 你怎么快乐得起来 你怎么不忧虑 没法子 了结四十真相 是看破 实在没有看破的 金针菩提多念念 没有时间念全经就念 凡所有相解释虚望 多念念 念久了 真的是实话了 你就会发现 何者念 末后这个四十七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报应 如路亦如电印作 如实观 也好 常常念的时候 能帮助你看破 能帮助你了解四十真相 真了解了 你自然就发现了 所以受持着果能 果然能够直下成当 真的看破了 真的放下了 就是直下成当 一经习惯 依照这部经上讲的道理 讲的四十真相 把那个错误的观念换过来 这个奇观就是把错误的 从前错误的旧观念换过来 这身负灭罪 当然 什么罪都灭掉 罪从心起 将心参 什么心有罪呢 妄想心就有罪 换句话说 你心里头有念头就有罪 有念就有罪 无念也有罪 这事情就麻烦了 为什么呢 有念你住在有啊 无念你住在空啊 住在空 住在有 都有罪啊 都不能解决问题啊 空有两边都不住 就没罪了 这是经刚经上说的 所以那个无助啊 不但有不能住 空也不住 不住法相 不住非法相 法相是 现象是有边 非法相是空边 空有两边都不能住 住在有边 你决定搞六道轮回 他哭了 住在空边呢 依旧到四谈天 五 五想天里面呢 去投胎去了 五想天是个外道天 那是住空的人跑到那去了 住空的功夫 这个更高一层 跑四空天去了 出不了三界 那四空天里就迷迷糊糊 浑浑顿顿的 定功失掉了 还是要轮回 还是要堕落 所以空有两边都住不了 休息 断了见思烦恼了 还是空有两边不能住 见思烦恼断了 要住空 变成小城过罗汉 庇至佛 住偏真涅槃 偏真涅槃 就住空啊 佛在大臣经上说这些 堕无为坑 焦压败重啊 大臣经上常常呵斥这些人 断了见思烦恼 空也不能住 空有两边不住 这叫行菩萨道 金刚经上是教我们这个方法 两边不住 灭罪 他又能够光行不施 那就生福了 佛不在这经上说吗 应生无所住心而行不施 而行不施就生福了 无所住心就灭罪了 灭罪生福是最彻底的 彻底的灭福啊 圆满的生福 彻底灭罪 圆满生福 再往上提升 那就正大菩提了 功德不可称量 不但我们没有办法说 趁是说 说不出来啊 无法思量啊 一切祝福如来也说不出来 为什么说不出来 因为他诚信 信得无量无边 真如本性也都没有罪 无量无边的功德 尘性地灭罪 尘性地灭罪生福 可见这个金之殊胜 这五金能够在这个地方 我们细讲一遍 这个因缘殊胜 很不容易 一般讲经干净的顶多三十天 三十天是草草帅帅的讲 没有法子细讲 这次我们不限时间能够细讲 英语非常殊胜 大家都有福 那个佛报正如今中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